那剛剛前面講了這麼多 這些東西一定都出現在某一些書裡面 出現在某一些篇章裡面 但是一個最重要的是 上人依經而說的法 這樣子的一個法脈的傳承 一生無量的法脈傳 這樣的一個精湛階級 就在2012年的時候 王副總就覺得說 50週年要到了 2012年了 50週年要到就去年 那上人以前講了那麼多的精湛 應該要有個拳擊 應該要整個再做一個重新的整理 那之前曾經重新整理過 是2000年禁師人文成立的時候 但禁師人文成立的時候 他做的那個版本好像比較精簡 所以副總就說 你們就花一點時間把它增補一下 我們就花一點時間把它增補一下 那各位 我們其實當時在看的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圖呢 我們就是把它畫起來 當時是沒有這個圖 1969年上人講法華經 然後1972年講無量益經 然後你看到這邊 他這邊就講那個藥師經 你看到沒有 他這裡已經開始講藥師經 然後再來就是又講法華經 他這邊好幾年 他就連續就拜法華經 42章經這樣一直講 這樣子整個一個circle一直下來 到2009年的時候 又講禁師法遂廟連法 到2016年去年 現在還在繼續講 這邊應該改成48了 從1969年到2017年 這48年當中 上人講了這麼多部的經 這當中是一個一以貫之的菩薩道 那我這邊為什麼要特別把它標起來 我的意思是菩薩道是語言的 1969年上人講法華經我才七歲 我當然還沒有 我當然不可能知道磁濟這樣的一個因緣 1989年我27歲 父母恩生團報經 我也才剛剛來參與磁濟 我還是沒有聽到 因為以前也沒有電視也沒有薰髮箱 到2009年上人在講法華經的時候 然後透過電視上的一個傳播 透過大愛臺到後來的陳中期薰髮箱 大家可以同步聽到 上人所講的一個原始的版本 也就是說無量益經法華經 各位看到沒有 法華經無量益經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他先講法華經大家聽不懂 他要講無量益經 他想讓我回頭我講無量益經 後來他講大家聽不懂我講鑰匙經 講回來對不對 回過頭來上人又講無量益經 他還是覺得無量益經很重要 再過來所有的法師 到最後一定要講的大法 就是法華經 會三歸一嘛 開拳顯實對不對 上人那一天講了一句 他說 這無量益經實在是太好了 實在是磁濟很重要的法水 如果我有因緣的話 法華經講完 我想要再講一次 無量益經我們趕快鼓掌拍手這樣子 哇實在是希望上人有機會 法華經 而且我開始做經帳解決 我就很敢很敢 當時2012年 2013、2014 然後到2015 我就希望50周年的時候 把這些全部整理完做一個出版 那起來這麼大一步 整個整理起來已經到一千多萬元 根本沒有辦法 上人就看著我 因為那陣子上人身體沒有很好 可是你仔細想一想 上人常常身體都很不好 他不是只有那陣子 那上人就跟我說 你不要急啦 50周年的時候我還在 我還活著 你不要那麼急你慢慢來 我好心裡在想 那時候才48周年 我就很急 我想說兩年內 一定要敢再上人 因為我好擔心 擔心什麼 佛陀幾歲露滅 好可怕 而且上人講法華經的時間 跟佛陀講法華經的時間 好接近 我好害怕 所以我就很敢很敢 結果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煩惱啦 50周年我還在 哇 果然耶 上人還在 然後現在他說 如果有這個因緣的話 我希望法華經講完 可以再講一次 無量於經 哇 所以你看看 上人說這個法 然後為什麼法華經講這麼慢 上人說 這裡面有一些糾結 上人說他一定要把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 如果說不清楚就不甘願 不甘願 就是要把他講清楚 因為他覺得歷代的那個 祖師大德這樣講 都是以佛法再解佛法 你總覺得講得很深很深 你還是聽不懂 所以上人就一直希望講到 他自己覺得大家都懂了 所以你看他用好多好多的譬喻有沒有 他是先講 先做一個開始 然後各位已經有一個印象 而且這個印象是什麼 彷彿跟我們這裡所做的事情很像 然後再來講這一段經文有沒有 現在如果各位有陳同己訓法相 或者看晚上九點的這個 那個法屁如水 你就看到金石法隨妙蓮華 看到說哇 善人原來前面講的跟這段經文就是相應和的 那為什麼很多法師講的經文我們聽不懂 因為他先講佛經 佛經就已經聽不懂了對不對 然後再講佛學名字 再講完佛學名字 我就聽不懂 等到他開始講事情的時候 你已經睡著了 所以當然都沒聽到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要來重新編轉 剛剛有講到說 副總叫我們說在50週年之前 我們給他來做一個真補 那我們就發覺說 把舊版的書 副總說你們就看一看 看他跟原來的差異 我們就把錄音帶 就有人就把那個錄音帶拿出來聽 一聽哇不得了 怎麼錄音帶這麼多 然後出版只剩下這樣子 原來礙於時間空間人間 人力物力 還有當時很多的因緣 所以我們舊版的書跟原始的錄音帶 有太大的一個差異 再來有很多的內容 就是沒有被收錄進來 所以後來在《鑰匙經》出版 第一次把這個《鑰匙經》 拿給上人的時候 上人翻開來 翻到那個故事 上人說 原來那本書裡面好像沒有 就被剪掉就拿掉了 因為篇幅的問題 然後字又弄得很大 上人就想說 哇 上人說 各位就是這個版本 上人說 我第一次看得到我自己的書 因為以前的字都太小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看 然後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說 上人我們現在就是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上人就講了一個 他說 如果你們要去看很多的大師的作品 或者看很多的佛學詞典 然後看了以後 自覺自己學問很飽滿 然後呢 要來 然後才說 上人說錯了 上人會說 我沒有說錯 我就是這樣說 我待會跟各位交代說 這整套精杖裡面一個很大的差異 到底在哪裡 所以為了要完整的溯源法脈 我們全部呢 全面來重新編轉這樣子的一個精杖 好啦那你要編轉總是要有個依據嘛 那當然就問王端正副總啊 說副總啊 那我們要來做上人的這樣的一個精杖 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的副總很快就給我答案 信 答 雅 各位我們傳法脈 最重要叫信 要忠於上人的語意 上人是這樣說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說 上人說 上人有時候會很疑惑的說 我有說那句話嗎 好像不是我說的 所以要第一個要忠於上人的語意 然後呢 文字 是為了要承載上人的話語 不是編輯自己去把他說 好像是這個意思 我就把他轉譯過來 因為呢 早期我們外語的人才不多 然後有外國人來 只要跟上人對談 就要有外語隊幫忙翻譯 他就講這麼長 然後呢 上人就會看看 他就跟他說 上人他剛剛講的意思是這樣 然後上人就會看著那個翻譯的人說 奇怪耶 他講這麼長 怎麼會你講起來只剩這樣而已 他說上人可能不懂外語 可是他聽他講的樣子這麼長 怎麼你講起來就這樣 他就說 上人我是解釋他的意思 你如果只是解釋他的意思 這整個中間有很多的精髓 我們講說那個叫做key word 或者是key sentence 他就不見了嘛 就是那個關鍵字或者關鍵語 就不見了 所以這裡面 我們要忠於上人的語意 所以文字呢 是要 以能夠通達上人的語意為主 然後最後才是一個雅正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翻譯裡面叫做信雅達 所以很多翻譯者他會把他這樣子轉啊轉啊 然後編輯以後就變成編輯者的意思了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好各位你知道 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所以幸好在上人在的時候呢 還有副總這樣的一個支持 我們能夠成立一個團隊來做這樣 各位上人早期的那個 法音的流存就是這樣的錄音帶 現在已經沒有全世界都沒有了 所以當然也就沒有機器可以聽了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轉成USB 然後來做一個聽打 然後因為上人用閩南語講 所以聽打呢 我們還要在閩南語跟博語之間要去做一個翻譯的 這樣一個聽教總聽教 變成編音族字稿就是 上人講一個字這裡就有一個字 講一個字有一個字要按照這個來做他的一個編排 跟順文稿 好了2013年 我們開始這個浩大的工程要來聽這個錄音帶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轉譯 第一批出現的就是教練會的老師 教練會老師都會打電腦 而且詞記我跟各位講 詞記很簡單 凡事都是客難凡事都是自備 每一個老師我們的條件就是 第一個要會打電腦 第二個要自己自備電腦 我們不可能為了這件事情 趕快搞五六十台電腦 將來怎麼辦 要自備電腦 所以你看這些教練會的老師多認真了 一人一台電腦 每一個人你看多認真了 完全沒有聲音 幾十個人會上人下來看 就安靜了 每一個人都好認真 一個字一個字的打 這樣的聽打 問題出來了 開始有老師舉手 老師 上人用台語講 我們聽不懂 有一些字句 而且上人有時候還用日文 他說真的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這個字就是 我聽了這個音 我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轉 然後我就說好 我知道怎麼辦 有一天早上睡醒了 我就開始打電話 我就打給聖聖師姐 我就打給 林志慧師姐 我就打給靖陽師姐 我就打給很多資深的師姐 我說 師姐我們現在在做精杖解禁 你可不可以來幫忙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我不會打電腦 不要叫我去 我說師姐不要你打電腦 你只要有耳朵會聽 有嘴巴會講 然後你有當年的經驗 你來幫我們就好 好這些師姐 你看到沒有 後面還有羅美珠師姐 就來了 然後靖陽師姐 我就說 這個五指西瓜師姐 我就說 媽咪 你趕快來幫忙 不要啦 不要你不要叫我 我說媽咪我告訴你喔 如果你這次不參與的話 你下輩子要回來慈濟 會走比較遠的路 真的這樣子 好好好 我就回去這樣子 我趕快就回來 本來就是這樣嘛 有機會讓你參與 你還不來 對不對 那你到底要 哎 人家前面已經多走了 那麼多條的路了 那有機會讓你來你還不來 他就趕快 所以一個會聽 一個會打 就兩個一起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跟你說啦 這句是這樣啦 然後他就寫下來這樣 不對啦 應該這樣 他們很會指導 我們的師姐 這些資深的 你不要看他們 都很厲害 然後靖騎師姐 很年輕就跟著上人 對不對 他也是來幫忙 這就應該這樣 又是台中人 對不對 好啦 各位在座的師兄 慈濟走在前面永遠都是我們的師姐 可是我們的師兄講 這樣的事情怎麼可以讓你們專美於前呢 我們也要去 兩個人不行 我們三個人 我們自己去聽 三個人不行 我們四個人一起聽 好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一個會打 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在聽再打 然後他講說 不對啦 我覺得這個字應該這樣 那個字應該這樣 好多的師兄師姐 然後你看師姐 有時候真的 因為為什麼 早期錄音帶品質很差 我就跟上人說 上人中間好像不連 上人說 以前獎金啊 錄音帶放在我的腳邊 我自己 他說那個錄音帶 站起來 他說我也沒注意到 等到我發現的時候 趕快給他翻面 對不對 又給他壓下去 中間當然會斷掉 然後呢 還會聽到狗叫的聲音 實在很不乖啦 然後聽到那個小鳥的叫聲 聽到牛的叫聲 聽到火車的聲音 聽到飛機的聲音 那個錄音帶裡面真的是活生生的 去見證這樣 所以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表情多專注 在想 上人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要去問 上人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你看到沒有 後來我們就講說 好啦 再也不能一個人 一個人聽 一個人打 我們要用一群人來聽 因為為什麼 一個人打想說 偷偷的我自己做主就好 兩個人對不對 還是搞不清楚 但兩個人容易狼狽為奸 兩個人就講說 好沒關係就我們兩個 我們就給他OK 三個人 三個人一定很難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人說 不對不行 絕對不能這樣 我們要守法 我們要如法 我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你看 這裡面 有這麼多的 你看 台中溫村師姐 好會做香雞 他做的飯菜多好吃 台中人跟上人比較接近 我們師姐你回來 好多台中 好多 然後他們都回來 上人說 你們回來了 你們做什麼 上人我們來 階級經常都好開心 有一件事情 讓資深的師兄師姐做 他們多開心 不然都是年輕人回來報告 上人說 你們都沒回來了 沒做事情 要回來做什麼 又沒有做事情 要回來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 上人說那個叫悲劣慢 又沒有人 離你遠遠的 你自己離那麼遠